玉礼正代会乡镇总执询议程倒数第三天 原住民集轮番上台执询 而首先正代表叶维奇 特别针对了正公所原住民 随时记忆庆典文化的推展 抽办的不够周全 部落族人也很无感 执询认为花了百万元的经费 却不见成效是在浪费公堂 不论是卓西翔全乡性布农族是尔记 充分彰显布农族随时记忆文化核心意涵 而在武鹤山那一头 若是相公所办的阿美族封收季 各部落全程热烈响应 正代表叶维奇在反观玉礼正 两年一度的联合封年节 咨询痛批是2266 如果今年计划你们都已经这样子提了 我真的是盼望你 如果你还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你要更多更多的idea 多多去参加别人一些族人的一些 封收季 封年季 什么季 什么季 朱西乡的达尔记 哪里哪里的射尔记 甚至的达尔冠 每一个族人 都有不一样的一些祭典 吸取人家的 我在想只要是好的东西 只要是跟族人 只要跟我们的传统祭义是有关的 我在想不分族群 政公所推展办理的原住民祭典文化活动 动辄百万元的活动经费却不见成效 正代表叶维奇痛批浪费公帑 要求圆明克他三知识可攻措 尽速检讨修正 政公所圆明克也做出回应 此外政代表叶维奇也提出了各部落聚会所修缮 及批建工程进度 部落聚会所水电费有谁支付 部分建设款尚未请领 用人不当 政长施政报告内容 消归潮水却未积极执行推动等等 又为其强力问证 期盼政公所赶紧上井发条建设预理证 记者是玉兰预理采访报道 先从来再次开启反应 至此开启反应 是玉兰预理采不足的 表双预理采不足的 然后再次开启反应